林书豪诚央视新闻周刊专题人物 白岩松谈规划 点出重要一点 近期林书豪加盟并正式亮相北京首刚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 当他从秦晓文手中接过7号战袍的时候 意味着北京首刚进入到了林书豪时间 大家都期待林书豪可以像马布里一样 在NBA取得成功之后来到首刚代队继续创造辉煌 林书豪自己也谈到了别人对于林书豪的看法 可能都是那几场比赛的林疯狂 而自己希望的是别人看到的是完整的林书豪专题节目 最后主持人白岩松主动谈到了规划问题 白岩松表示大家都很关心林书豪未来会不会加入中国男篮 但不要忽略的是林书豪自己的感受 这才是最关键的